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看望了 王兆国、回梁玉、刘琪、吴仪、曹刚川、曾培衍、王刚、刘延东、李源潮、马凯、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何勇、杜青林、赵洪柱、王炳前、邹家华、彭佩云、周光照、曹志、李铁一、 何勇立、丁十孙、许家路、蒋正华、顾秀莲、热帝、盛华人、陆永祥、乌云奇目阁、 华建敏、陈智利、周铁军、司马懿、铁利瓦尔地、蒋树生、三国卫、王胜俊、陈昌志、严俊奇、张平、向巴平措、 张宝文、唐家璇、梁光烈、戴炳国、常万全、萧扬、韩祝斌、贾春旺、叶选平、任建新、宋建、 钱正英、胡锡利、毛志用、王忠宇、李贵贤、张思青、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淮熙、李猛、廖辉、白丽晨、陈奎源、 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李兆卓、黄孟赋、张梅颖、张荣明、钱韵璐、孙家政、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 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韩启德、林文一、罗复合、李海峰、陈远、周小川、王家瑞、 齐旭春、马培华、刘晓峰、王亲民等老同志 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吉日问候 忠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 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对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表示忠心拥护 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 迎难而上扎实工作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台今天刊播央视快评 做人民的勤务员 快评指出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农历春节来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亲切的问候 暖心的祝福 感人的情景 习近平总书记 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惦念 犹如春风送暖 温暖着每个人的心田 人民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 每逢新春佳节 到人民群众当中 送祝福 问冷暖 听民声 解民忧 已经成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惯例 总书记 嘘寒问暖 访贫问苦 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应 以行动彰显着人民勤务员的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立起了精神旗帜 我们要永远与人民在一起 做人民的勤务员